記者王俊中台南報導 有些人有物品吃而復得的經驗 但您或許難以相信 三年前在一廂遺失的平板電腦竟然被警察找回來 剛從南市警六分局調網善化分局的偵查所 張青棠近日幫一位美國劍男子 找回三年前在台南遺失的平板電腦 施主委託美機有人出面領取時連連驚呼 My God 台灣警察太厲害了 警專二十四期畢業的偵查所張青棠 警戒年資約十年 曾在新北市三重三峽分局刑警大隊 擔任刑事行政警察工作 十年間張元的細心與敬業 讓他練就已失誤找施主的專業功力 他在南市六分局偵查隊服務期間 總能在時得物微小的特征找尋相關線索 進一步追查出施主下落 讓流離失所的一失誤得以回到主人身邊 警方調查這步遺失的七寸平板電腦 價值約台幣一萬五千人 目前已停產 六分局霸凌派出所援 僅在10月16日勝利民眾報案 稱在南區水都游泳池附近 撿到一部平板電腦 這部平板後來送到偵查隊張青棠手上 張青棠將平板充電後開機時看到一個暱稱 他是這一次暱稱臉書搜尋果然找到 與暱稱相同名稱的美籍人士 張聯絡上這位美國人 對方表示自己目前在台北工作 這部平板是三年前在台南遺失的 本以為找不到了 沒想到台南警察讓他失而復 得 這位美籍使主聯絡在台南工作的美籍有人 史諾雅 請史諾雅到六分局領回平板電腦 史諾雅隊員警說 台灣警察太厲害了 三年前一失的東西警察竟然可以幫忙找回來 張青棠透露 除了這件平板案 令他印象較深刻的是 去年有名眾失獲一個內有現金台幣4萬元的薪水貸 在薪水貸上只寫一個名字 沒有其他線索 他僅憑著名字的三個字笔對多筆資料 就找到薪水貸的施主